努动责人家上月后一天 伊翁这里时导南上团都有满满 世界的情调 不过受到以前新闻的影响 人家减做继续有三分之一 在地店家对着感到很无耐 也希望以前可以冠军过去 给大家回复尽上的生活 宝明来到的关系 让今天的天气是南半四凉 在导南南中心区 人家也和天气同样 也是冷冷清清 原本已经在五月以后冷戒时 可以带来一宝消费的关公冷凋 不过受到基金新闻 加上天气变冷更多的关系 在地店家是表示 没过去一半的冷凋 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疫情的话 真的是影响我们生活太大 五到六层 下滑 下滑到五到六层 五月以后 连参加基今天是最后一天 医院在这个时候 导南上款是某某世界的冷凋 不过受到这件新闻的基金 已经代替五月以后 灰车停赛影响 外带都很少 这波疫情比上次还严重 而且他们说 他们的营业额 跟房租比的话 是快要脚步出来了 多多少少都会有 就是说有一些油脂 他们要回来的时候 变成交通不方便 甚至有人说 那我订过票是怎么样的话 又因为疫情的部分的话 他们就是会减少回来的这个部分 对这样的派市旗 也让自己的定期表时间没来 也只好希望疫情能够过去退散 为何进行的生活 我们还是 祈祷疫情赶快过去吧 可以早日恢复这个正常的生活 步入正轨 就是非常非常严重 希望是说 中央或者是政府这边的话 能够提应说 一个相对应的那个方式 然后帮助这些店家 让他们是说 不要受疫情的影响那么大 近期过来疫情 总共没什么理想 平常人是要处理 人质的地方 也是要尊修风雨的办法 就处保护自己 以及百人 祭家庭报应 彩虹报道 给你们来 安全的道路上 但是 我们给你们带来